师父弟子先读个分享,童修因为被丈夫情人下杠头四年,导致其生物不如死,痛苦不堪,活着如同人间地狱般的生活,直到遇到心灵法门三大法宝,让其化掉恶缘和身体完全康复的奇迹,童修近十年身体经常出现不规律的疼痛,2010年开始会头脑不清醒,吐泻,走路颠倒,眼睛看不清楚东西, 下部分的身体到脚全部冰冷,西医诊断为食物中毒,中医医生诊断为人体系统混乱,观深菩萨慈悲保佑他,指点让有缘人来救他,说他被别人下了生死杠头,他就把丈夫和经济全部让给第三者,可是第三者还是不甘愿罢休,想置其余死地, 2010年到2014年,在这四年的时间里,他还是被这种病魔折磨的痛苦不堪,经常无缘无故的肚子痛,在地上打滚的痛,三更半夜去医院就诊,夜夜难以入眠,最后医生还是没有办法查出病情来, 同修寻找了各种方法解决,但毕竟还是化解不了这之间的恶缘的痛苦,同修于2014年网络上看到师傅的视频,因为他感觉到念经可以使他解救,于是他找到师傅开始关于被下杠头如何念经的秘方, 第一个,一,许愿念诵69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腰经者,二,每天念解血咒108遍,持续一个月,三,念礼佛大忏悔文108遍,随着不断的念经,他的身体各方面就恢复了, 以前他曾经去过泰国几家最有名的大医院都无法把这个病医好,最后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,将困扰他十多年的病痛彻底解决, 同修非常感恩观心菩萨,救他的命,感恩师傅慈悲救他的生命和慧念,感恩师傅 嗯,很好,很好 嗯,他真的就是想,那个第三者想置他于死地,他过得生不如死 我告诉你,这个就是冤结